明星和央视主持体验生活差别到底有多大 央视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中 六位明星被安排体验生活 沙翼去重庆扛货 华绍去北京挖藕 岳云鹏去山西挖煤 而小洒的体验是600米绝壁当清洁工 比起其他人的抱怨 拍个专题片把镜头盖掉到谷底了 问我待会能不能找回去 我如果找回去这就算立功了吧 镜头盖 找到了 捡起垃圾来小洒也是毫无包袱 我看到了一个眼镜 发财了 雨越下越大 全是郭德纲最心疼岳云鹏的一次 头天岳云鹏发过一张图片来 在真人秀的现场 我愣没看出来是个人 金到脚下 就是一块黑的一块煤 与小洒在600米绝壁 减垃圾挑战不同 岳云鹏在节目中接到的任务是 下煤矿体验挖煤 穿好工作服 带好安全设备 坐车出发下矿 岳云鹏手中的水袋 就是工人们在地下的生活用水 升降梯下降至地下580米 随后众人坐着喉车 行驶1600米 下了喉车 众人还得再步行500米 到达工作地点 可以说还没有工作 大家已经能体验到煤矿工作的不易 岳云鹏这天的工作是敲煤 师傅先给他示范了一下 今天两人的任务是完成5米的作业 岳云鹏率先骨子勇气 这一开始也是实打实地干 但煤矿作业辛苦 没一会儿岳云鹏就干不动了 人也已经黑得看不出样子 师傅看他累得不轻 就带着他换了一个工种 让他去打眼 但等到岳云鹏看到怎么操作 就心生了胆怯 在多个工人的鼓励下 小岳云鹏进行了尝试 也得到了工人的掌声 接下来就是炸洞 到这里工作依旧没有结束 接下来师傅带着岳云鹏去给工人们送饭 但之后的这一段 让岳云鹏招致了全网黑 这是岳云鹏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被央视打包送进585米以下的煤矿中后 他频繁打退堂鼓 被人们打伤了综艺混子的称号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完成了煤矿打眼的工作后 岳云鹏坐着1500米的猴车 继续往地下给煤矿工人们送饭 然而就在猴车还没有达到目的地时 小岳云从猴车上摔了下来 一瞬间岳云鹏就崩溃了 哭完后 小岳云也没有放弃 继续坚持走完剩下的路 然而到离终点还有一百米的路程时 小岳云再次走不动路了 为了不耽误别人吃饭 小岳云将饭交给了别的师傅 为了安慰岳云鹏 师傅拿出了巧克力 岳云鹏就这么吃完了全部的巧克力 然后师傅拉起它 继续给它加油鼓劲 最终师傅带着岳云鹏吃了饭 在回去的路上 岳云鹏也一直向带着他的师傅表达了感谢 最终岳云鹏的挑战被节目组宣告失败 在这集挑战结束后 岳云鹏就被网友骂了 大家觉得他态度不够用心 还没下框就各种打退堂鼓 下了框又是各种害怕不想干 这导致观众观感很差 毕竟上综艺拿钱办事 却不愿意讨好观众 尤其是在潇洒的衬托下 小岳云鹏俨然像一个综艺混子 岳云鹏自己也在微博进行了道歉 但其实在与其他四个明星对比 在煤矿高封闭的情况下 岳云鹏下去其实也没少辛苦 工人们也对他表示了认可 郭德纲也为他澄清 作为一个普通人 岳云鹏会崩溃 而在这里的工人 却要常年累月的在这里工作 通过岳云鹏这个视角 让更多人理解到了煤矿工人的不意 这期综艺 重庆扛货北京挖藕 陕西挖煤 潇洒的绝壁捡垃圾 不愧是央视综艺 懂得什么才叫体验生活